同序视频联合为您带来的2023赛季中超联赛第19轮的赛事直播 在这个直播间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成都荣城在主场对阵浙江队的比赛 之前金米勇无法登场然后唐欣打了一段时间 菲律佩中场再次断球在观察自己队友的位置 现在是1对2脚下的技术不错 这一侧给金米勇金米勇大猫 这一球击中对方的球门横梁然后撞住而入 再看一下这个球 这个球哎呀这是浙江队自己的失误啊 李提香在中场这个刚刚被拉起来 然后呢注意力还没有完全集中到比赛当中来的时候 队友把球交给李提香 结果球马上被成都荣城队的球员反断 然后菲律佩代球推进到进区湖顶的位置 他那个位置有对方两名球员的上抢 他是调整了一下看到空当再传给金米勇 金米勇最后的这个打门很见功力啊 传中球第二点菲律佩也没有能够拿下 不过外围成都荣城队控制住了球权 挑传给进来凌空打门 这个球这个球赵博立功啊 想要走地面向前打穿对方的防线 没成功 反过来成都荣城的反击 菲律佩突入禁区踩单车打圆角 这球拉开的角度不够 穆谢奎是背对球门 李查德是正向面对来球 这个很容易就把球守下来了 长穿球再找金米勇 浙江队还是防守的失误金米勇 哎呀这个球直接打球门的圆角 球大偏了 张佳琪这边上来和李提香 两人打配合 李提香传中球直接给进去 偷球攻门 果然 莱奥纳多在比赛进行到 第三十分钟的时候 接到队友的传中球 直接偷球攻门得手 再看啊这个球的演变过程 成都荣城防守的球员足够 但没盯人 李提香这球传得也好 直接这个点就是奔着 莱奥纳多头顶的那个区域去传的 然后呢你进去内 确实有菲利佩这样的一个高点 但对方对他的 哎这个球 哎呦太危险了 皮球反弹向了球门 莱奥纳多打门 张掩 确实浙江队在上半时 先看一下这球 到了进去里 直接挑射打门 这球谈地入网 场上的比分 我们再看啊 在中场的这个位置 也是8号前接给 给过来 莱奥纳多的直C球 理查德拖在了房间的最后 这个传接球 浙江队一点毛病没有 刚刚替补上来的姚军胜前插 然后 这个球内部的防守又空了 莱奥纳多 突入进去 打猛 这球张严立功了 成都容成的进攻来了 再往中间改 打猛 莫塔利弗这边也差点啊 上场之后的第一次进攻 菲利佩这边上来 一对二对三 对后是对方两名防守球员的倒地甲防 菲利佩放倒在地 哎 情绪啊 一直都感觉 有点急躁 现在这个情绪也是 出现了一个爆发 这个不应该啊 菲利佩虽然在解释 这情绪也是受到了感染 一头撞了过去 再转回到边路 安德里格这球直接掉向球门 这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威胁的啊 塔利弗这球打得很积极 球断下来 交给帕莱孝斯 帕莱孝斯突入进去 打远跤 现在浙江队这边 还有反击的机会 阿布利克莫到了进区里 打球门的远角 这球张言又立功了 好 这时候比赛的时间到了 经过了六分钟的商听不时 本场比赛的当事主裁判 关心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我们下转了这个员道 同志的未来 各走开